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孟坚持 好 大家在求求大法都會碰到很多這種對線的問題 什麼問題 你長大後要做什麼啊 對不對 你要當總統嗎 你要當主播嗎 你要當明星嗎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我也是同類型的人 我也是想說要做什麼 高中朋友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念什麼 大學的時候說 畢業後要做什麼 你實習要去哪裡書寫 要幹什麼 所以這每個時期都會有人會問說 你的活著的意義是幹嘛的 原生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呢 相對的 我在大學畢業後的時候 我也有去 有做一些體驗 我去了美國迪士尼實習 那在這個近百年的企業 應該已經93年了 它是一個很跨的 你知道很恐怖 就是ABC是它的 ESPN是它的 Marvel買下來 Star Wars也買下來 然後旅遊業出版業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國家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觀察說 那它到底做什麼 可以這麼的毅力不搖 這麼的恐怖 這麼厲害 所以就在畢業後 迪士尼後 我也給了自己另外一個書架 就是所謂的Gate Appear這樣 但是其實就是無限期 那我做了很多奇怪的嘗試 其實也因為就是工作 反正我碰到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就有趣 好玩就嘗試一下 然後也沒有特別去觀察 到底這中間能獲得什麼 就是也是蠻迷广的啦 然後 可是過程中也蠻開心的 就是它就有一天呢 我聽到一個演講 就叫做演說家Simon Sennett 應該有人都已經知道 他在參考 所以這個參考叫做 偉大的領導人如何激勵行為 就是畫面上那個三個圈圈 叫黃金圈 解開了我覺得我很大人生命 覺得我一直搞錯問題 我不應該問自己我要做什麼 而是我要問自己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最終我也知道我自己是誰 然後我也知道我想成為 什麼樣的人 應該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大概講一下黃金圈的概念 每個組織都知道他們是做什麼 像是Apple就是做 欸不對喔 小心喔 Apple其實是做 電腦 好等一下 為什麼這麼有趣的事情 好 沒關係做什麼 這個事情的結果 你會表示你的工作 你公司的產品 如果個人的話 可能我是包型業務員 對不對 或是說我是工程師 或是攝影師 就是很表層的問題 那如何做呢 就是你可能 你的價值總會跟你一樣 差異化在哪裡 你怎麼做 怎麼不一樣 同樣聽聽說 可是我可能會送你愛菜 可能我會怎麼樣 之類的 這種東西就是如何做 那可是呢 最最最少人可以解釋就是 你為什麼存在 你這個organization 有什麼差別 就是為什麼人家要在意你的動力 你的核心是什麼 你的使命 你的信念是什麼 不是賺錢喔 賺錢是一個結果 就是你付出一個勞利或是什麼 你的服務 你得到了一個結果 那個不是你的為什麼 OK 這也是大部分人最容易忽略的 OK 大部分人交換方式 是從最能理解的what 到最核心的why 像是什麼 我會說 我是一個御事事務所的老闆 然後呢 我基本上 這邊有很多產業的高手 都是從長春的名校來的喔 而且我們合作的客戶都是 富比市500的喔 那看到的辦公室都沒有高上大 來找我幫你服務吧 那你想嗎 還好 可能不會 可能不會對不對 不知道 但我們來看看 那些大企業 阿托怎麼跟人家溝通 迪士尼怎麼跟人家溝通 他會說什麼 我們致力於提供 滿足於大家持續的專業觀念 讓每個客戶在大家想專注的事情上 帶來他們最想要的改變 讓我們這邊聚集的來自世界領域的學校優秀基因 我們跟機校好像超前的企業合作 大部分都來自富比市500的企業 就是要原諒你專注在你最在意的地方上 我們是一個世界級的公室事務所 來我這邊坐坐喝杯茶聊聊吧 會不會比較想跟我合作 我不知道啦 但是這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我只是幹嘛 我只是把順序雕翻過來了 所以其實what跟how 是很好讓人家理解 但是真正你引導 或是激勵做出行為 像投給喝杯、投給林聖文 這些東西是只有why 你才可以讓人家激勵 才可以讓人家做出一個動作這樣 那如果一個人或是一個組織都能由內到外的去be consistent 都是一致的話 你就可以吸引到你跟他們相同的理念的人 那這以上都並不是一個某一種奇怪的心理學家的理論 就是生物學 就是我們人呢 不管是上帝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把我們創造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大腦 大腦的中心地方叫limate brain 任論就是所謂的 人員腦不要感受到繪畫 總之呢 外面就是心體 還是講查了 就是心體 怎麼今天都查了 都查了 好 那個 對應我們what的就是neoprotect 就是我們性品質 他掌管理性分析邏輯思維跟語言 那裡面的limate brain呢 就是 語言腦 他掌控我們的感情 相愛 信任 忠誠度 這是很模糊的東西 你沒辦法用語言去解釋 語言不是他掌管的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decision making 就是你決策 你的行為 你決定做這件事情的 源頭動機從這邊來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些 所謂的good feeling 就是 我聽從我的心而做 但其實很不理性 可能我就是什麼 我跟人家私奔 看起來就是這個 不起眼的男生 騎單車 結果跟 一開一個小開 看起來就是要去跟小開 在最後一個 騎單車的男孩走 就是看起來就覺得 是一個不理性的決策 那就是因為那個limate brain 好 Sorry 我現在 我剛才按到什麼 登登 OK 好 好 那說呢 當人們由外動內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了解到很大量的資訊 像是特色啊 郵件啊 這是一千兩百萬畫素 幾百例的 怎麼罵 什麼AP 什麼 那個車的性能啊 或者是 我是多輕啊 然後 什麼 用材質做出來的啊 但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 激勵你任何特異的行為的 可以 只有在從內到外的溝通的時候 就不一樣 因為這時候你是針對 那個掌控行為的那個大腦圓 然後再跟他說話 所以 通常會問一個人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會想辦法說 呃 用一些外槍小姐跟你講說 因為這個手機很漂亮嘛 然後有一千兩百萬畫素啊 然後 跑很快啊 他擠RAM啊 什麼鳥的這些 對不對 但是 其實正面的辦法真的 去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你做這件事情 直到 你一直挖挖挖到之後 你才知道說 可能是因為這個手機 馬子都喜歡 有沒有 或者說 或者是 這可以讓法道妹 或者是 他讓我可以擠進什麼 放流社會 之類的這樣 因為 聰明的人都用Apple 之類的 沒有 宅宅公司用HTC 沒有 然後對 就那種 好 所以總結 就是 people might want you to it they might want you to it 就是原來不是買你做了什麼 而是買你為什麼的做 再去想一想 怎麼辦 我要有幫你時間了 他可以給我的時間嗎 好 總之 只要你挖掘你自己的核心 就可以一樣的刺激別人 感動別人 然後增加你的自己的影響力 那知道這個秘密又是一回事 那怎麼做才能找到呢 其實我覺得跟剛剛宇晨說的東西很像 其實就是要回顧自己 你要給自己時間 那有一些方法是我自己發現而來 就是你可以找一個 你還不是 你算信任的朋友 你跟他不是很熟 你可以跟他聊聊 他對於你的想法 再來你要去想一想 你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是讓你感到很快樂 很開心 很滿足 很有成就感 記錄下來 然後也記錄下來一些 你覺得看起來很不開心 很不爽 很難過的事情 都記錄 你去回顧這些事情 去找出一些pattern 為什麼你喜歡做這些事情 去問自己為什麼 還有一個小小的奇怪的小朋友 你就看你手機的照片 你都在看一些什麼 你拍什麼東西就是你最在意的東西 這些東西可以讓你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 所以到底我的why是什麼呢 我剛剛有跟大家說了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溫暖很真實的人 然後我很喜歡戲法的別人 所以我為什麼會坐在這裡 就是我的have 對不對 我在那邊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想要認識到更多人 然後可以像這樣子做很真實的自己 不用害怕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start one 短短幾個月 我做了Airbnb的房東 很毫不費力量拿到超大房東 也要我毫不費力量三個月拿到精英 就是我就是因為實行這個start one 所以真真實實是影響到我的生命的 然後也因為我是Airbnb的房東 基本上我人生從start one開始 我從來沒有遞過一次履歷 工作都來找我 然後我都做得很輕鬆 錢就是很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 然後現在我做 我是說真的 真的 當你做你很熱愛事情的時候 其實應該說 You have to know your why 你一定要先知道你的為什麼 然後才做你熱愛做的事情 你就會做得很好 那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這是一個社交生活平台 叫做Triple Siders 那我們的理念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的why 就是多一個朋友多一種生活 在這裡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做自己 跟展現自己的why 在你閒暇勝利的時間 讓他創造你自己的生活的片段 來找人來參與的生活 超越流活動 然後分享你的why給這些人 那你也可以在這上面 安排自己的生活體驗之外 還可以自行設你自己想要的價格 所以你完全可以定義自己的價值在這裡 所以除了有真實的滿足感之外 你還可以真的獲得實質的陷阱 這樣 就是可以這個重要的前提 最後我覺得基本上就可以搭配服用 就是幫助我很多的 叫脆弱的力量 我覺得它是有順序的 第一你可以先看一下脆弱的力量 脆弱的力量 我覺得是回歸自己 去認識自己 面對自己 然後你才看中間的線紋為什麼 這個就是可以找到你的why 然後最終你要執行嗎 你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真的真的你要被討厭的勇氣 這個時候 這個過程中 你會流失到很多的朋友 當然你也不找到很多朋友 因為你現在往你真正想要成為的樣子去走 那你也不用滿足任何人 要是不用滿足所有的人 你只要滿足跟你外相同的人 那就足夠了 謝謝大家